乙状结肠癌有痊愈的吗?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学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乙状结肠是大肠的一部分 乙状结肠癌一旦发生 我们就要根据病期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和手术方式 早期同样可以进行肠镜下的切除 我们一般叫它ESD 对于中期以上这病人我们进行开腐 腐肌痒症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进行切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